你看他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你用山葱把整个这个肉包裹起来以后 整个这个油脂的感觉就会减少很多 然后你用嘴轻轻一挤 整个这个肉的香味跟油脂就从两边散出来 每一口你都能体会到那种爆汁的口味 太阳餐店良心推荐啊 今天我们在18里店 带你们吃一件特别厉害的山葱烤肉 我们是一个星期之内来了两次 我觉得有必要把他们家拍一下 再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山葱简直就是一个烤肉界的作弊器 那到底什么样咱们一起去尝一尝 Let's go 这是我们这一周之内来的第二次 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 所以又来了一趟 他们家有我觉得北京性价比最高的口鰻鱼 就是这个 别动它又咬着你 这一大盆两斤只要188块钱 除了这个鰻鱼对吧 还有这边套餐七种肉228 那给你们说说这里头都有什么横货 雪花牛小排牛肋条牛仔骨 然后荷豹牛排牛胸口肥牛还有牛舌 不管原价是多少钱了 反正现在这个价钱就已经觉得 现价比很高了二百多 几乎啊桌桌都有 刚才看整个这个外边大厅里做的特别满 每桌都有这个烤餐 除了这个烤肉还有一盘蔬菜 一个饮料 还有若干小菜 小菜就不说了 重点推荐这个 他们家亲上的一种配菜 山葱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来主要的目的 上个礼拜吃 就是因为吃山葱没吃够 除了这些菜一定要点的就是火炉里烤花生 18块钱两份 虽然你觉得价钱不便宜 但是这是我在北京吃过的最好吃的烤花生 它是用料水腌过以后 直接在蘸上料炒出来的 整个这个花生都带着香味的 先吃烤鲨鱼来吧 我觉得它这鲨鱼个真的很大 整个这一条鲨鱼可以烤两锅 虽然给了蒲烧鲨鲨酱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状态 还是这种只撒一点点海盐的状态 这种新鲜鲨鲨烤出来的味道 绝对要比那种买的半成品强多 就整个这个肉是非常鲜嫩的那种 而且它外边这层炭火接触的壳 酥酥脆脆的 看这鲨鱼肉又白又嫩 再蘸着他们家秘制烧烤料 这他们家的烧烤料跟别人家不太一样 他们家这纯是各种坚果打出来的粉 所以蘸他们家这烧烤料吃就是 坚果的香味非常浓 雪花牛小排 就他们家整个这个肉品的质量就很好了 就相对于别的烤肉店来说 这个雪花的纹路 我觉得就会更好看一些 而且吃起来就是肉香味也更足一些 然后这个就是牛肋条 这两种可就是摄影小妹的最爱 而且他们家这个壁子设计的也特别好 就是它现在这么一滑的这个感觉 其实就是在弹开这个肉跟壁子之间粘连的这个部分 看着好爽 烤熟的这个花纹肉还非常的清楚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要浪费了 我跟你说一定在他们家要吃这个山葱 这个山葱每个客人来都会送你一份 上次我们是送了一份 然后我们又加了两份 吃所有的肉都是这样 用这个山葱叶把肉包起来 既能给肉降温又能解腻 上次我们就是这个用山葱卷一切肉 你看它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你用山葱把整个这个肉包裹起来以后 整个这个油脂的感觉就会减少很多 然后你用嘴轻轻一挤 整个这个肉的香味跟油脂就从两边散出来了 每一口你都能体会到那种爆汁的口感 然后加上山葱这种酸酸甜甜的感觉超级厉害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 之前还白嘴吃了两口 这次来就完全不会这样 不要浪费 都准备好了 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吧 上来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点了一份了 这牛肋条就不管卷什么肉 这个山葱都能够大量的减少你 吃到这个肉的时候那种肥腻的感觉 这个东西酸酸甜甜还有一定的韧性 吃起来真的特别好 荷豹牛排牛仔骨 他们家这牛肋条整个烤的这种手艺就非常好 而且油脂的含量非常丰富 吃起来也是软软嫩嫩的那种 有这个山葱的加持以后 哇塞这个味道 相比于牛肋条卷山葱 我觉得牛肋排卷山葱的味道更好 因为牛肋排的汁水更多 牛肋条就是油脂的含量更多 就如果你跟生生小妹一样 对他们家这酸酸甜甜的东西不感兴趣 诶 蘸蘸他们家这个烧烤料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他们家这烧烤料给你感觉就是不用熟成 你也能吃到坚果的香气 这是荷豹牛排 你看这个烤的火候 这不就是烟熏环的感觉 我跟你说吧 就有这个山葱 我觉得它都可以卷肥肉吃 卷那种纯肥的大肥肉 我都吃了下去 你要卷那个雞乳花吗 一会可以搏一搏 主要其实咱俩人吃这一盘肉 加这一条麦鱼就已经挺饱的了 如果有这种烤肉味道打分的话 这个山葱简直就是个作弊器 这个山葱卷什么东西 都能让它整个分数上升不少 这个山葱并不影响肉的口感和肉的味道 它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更清爽的感觉 就不用说你吃这个东西很腻 你需要吃别的东西来缓解这个腻的口感 有这个山葱这些肉你就可以无限吃 又加了一份了 这实在是吃不够吧 你真的不尝一片吗 葱姆 有这个食品多分呢 没事 12块钱一份 它怎么也比肉便宜 牛胸口比较肥的这种 它就更适合卷山葱 牛胸口质量真好 你加过来闻着整个这个 油脂的香气扑面而来 我们已经吃完了 然后两个人一共花了480%吃了贼称 还剩了这么大半盒肉 这400多块钱吃两个人真的吃不了 就它那个烤肉拼盘那一堆肉真的不少 而且还有一条两斤重的鰻鱼 然后呢总评一下就他们家什么东西可吃啊 最推荐的肯定是这个山葱叶 这个烤肉作弊器真的可以卷万物 卷什么都好吃 烤鰻就误说了两斤大一条鰻鱼吃的真的很爽 那给你们看看 这可能看不太出来啊 但是这碗底其实还是有不少鰻鱼的 就大概我们俩吃了一多半吧 然后剩了大概有十几块 回家热热还能再来一顿 最值的肯定是烤肉拼盘 不过里头有七种肉 我个人觉得牛胸口牛小排和牛肋条 比较值得推荐 但是单点的话肯定没有点套餐合适 因为这套餐都说原价400多 现在打折228一大份 而且还送一份蔬菜 大概就是这个内容啊 好感谢您说收看这一期太阳餐店 我吃了你馋了 这期视频不完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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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